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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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为何会形成怨谈 为何黑影弥漫 为何心影却孤单 甚至于多成怀 耶稣是我的良悠 万福死我相守 他既看故乡阿隽 甚至我比梦卷有 他既看故乡阿隽 甚至我比梦卷有 我承认我的自由 我常以梦卷有 我叫主既看故乡阿隽 甚至我比梦卷有 我听就主温柔上 出去一心有情 阿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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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主怀 多天情 毫无一句闪寂 有主影影影在前头 不何不跟随的走 他既堪固小马却 甚至我比梦却有 他既堪固小马却 甚至我比梦却有 我承认我的自由 我承认我的无忧 我叫主力看不破绝 甚至我比梦却有 我承认我的自由 我承认我的无忧 我叫主力看不破绝 甚至我比梦却有 家人们平安 欢迎来到诚心时光 今天我们来到 约翰福音七章一到十节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要说我们和腾的感恩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就充满了欢喜 你是我的神 你是我的主 我因你心里欢喜快乐 胜过一切 哦 你使我心里欢喜 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 主啊 我因你灵里的宝足 我因你满心喜乐 今天让你的话来 充满我交光 我带领我更深的认识你 经历你 爱你 谢谢你 听我在你面前的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妹 好 那我们今天 在美言的主题叫 主的时候 那可以分成两段 第一节到第五节 人想杀耶稣不信耶稣 第六节到第十节 耶稣的时候未到 那我们有两方面来思考 第一个 主题叫 面对时间压力的耶稣 耶稣常常在面对压力 生命 这时候他在面对生命的压力 死亡的压力 群众的压力 那你看耶稣怎么坦然面对 耶稣那么的吸引人 为什么 因为他不迎合世人 他不照人的期待 他照着他自己的tempo 哀然自若 他走天父 要他走的路 第一节 这事以后 耶稣在加利利游行 不愿在犹太游行 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 这是一个死亡的压力 当耶稣行了神迹 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 因为他犯了安息日 他们所定的安息日的诫命 一个人最大的压力 可能有经济的压力 有工作的压力 各样的压力 可是一个最可怕的压力 就是生命 威胁到你的生命跟死亡 犹太人因为耶稣行神迹犯律法 把自己跟父当作平等 他颠覆了他们的信仰 跟他们的地位 所以压力就来了 那这个最大的死亡跟压力 威胁跟恐惧一直袭来 令人难以招架 但是耶稣怎么做呢 还有这些压力面对的时候 耶稣怎么回应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二到五节这些压力 当时犹太人的祝彭节进了 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 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 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 第四节 人要显耀民生 没有在暗处行事的 你如果行这些事 就当将自己显民给世人看 第五节 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 是因为不信他 不只有死亡 不只有这些生命的威胁 连他的弟兄 最亲的人群众的压力 他的家人都不信他 他们请耶稣祝彭节的 去上耶路撒冷 行个神迹 证明自己真的是神的儿子 你知道当这种压力来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会想这样做 尤其耶稣不是没有这个能力 你们不信我 那我在人最多的时候 显个神迹 让你们看看 让你们知道我是神 之前曾经发生一个状况 耶稣说 他对群众说 他对门徒说 我是生命的粮 吃我肉 喝我血的才有永生 所以在这段经文的66节说 从此他门徒中 都有退去的 不再和他同行 耶稣本来非常受欢迎 从那个是一个转折点 有一些人听了他的话以后 开始疑惑 他们不再跟从他 最亲近的人都不信他 所以他们想叫他做 符合他们期待的事 在祝鹏节行程机 看看他是不是真神 我们求上帝帮助 我们可能也会面对 我们的家人 给我们最大的压力 我们最亲近的人 给我们最大的压力 那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很想要他们支持 我们很想要群众的拥戴呢 我们想满足 我们想讨好他 以满足我们里面 自己的不安全感 以满足我们里面 满足对他们的期待 以至于我们可以放心 当我冲信耶稣的时候 也很想符合 我身边的人的期待 他们在这个 我们那个时候 礼拜五有小组 那时候很多的 这些色情 那时候我是色情 他们都在礼拜五 举行很多的活动 那就是一个压力 你都不跟我们去玩 你都不跟我们在一起 你都不跟我们一起欢乐 怎么能叫我们信耶稣 哦 这压力就来了 一个是邀他们信耶稣 一个是我就渐渐没有朋友 亲爱的家人 你是不是要满足 这些人的期待呢 真是Holy God 还好我没有选择 放弃小组的时间 我还是持守俱会 你知道反而因为这样 这些朋友一个一个 都来教会看看 看看说这是一个 怎样吸引人的地方 当然你也必须在生命当中 活出见证 耶稣这么多的压力 而且这是报表的压力 约翰福音 这一段从七章二节 今天每一言有提到 这里开始是记载 耶稣生平最后六个月的 被弃绝时期 那么多人弃绝他 开始一个一个反对他 他不再是行神机 受欢迎的耶稣 新鲜感 热度已经降低 你会不会想用一些方式 去挽回人心呢 你会不会想去处理 你里面的不安全感 让人来跟随你呢 为什么我们会被耶稣吸引 因为耶稣面对死亡 还有这最亲近的人 不信他的压力 他仍然安然自若 耶稣仍然照着上帝的时间表 耶稣仍然不快也不慢 但是亲爱的家人 我们是不是照着上帝的时间表 我们有时候不是太慢 有时候就是太急 我们太多的理性主义 太多的感官的想法 太多的情绪的满足 自我的逻辑 以至于我们错过上帝要做的事 所以让我们被耶稣吸引 让我们效法耶稣 第二个 耶稣是照我的时候的耶稣 第六节 耶稣就对他们说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你们的时候尝试方便的 第八节 你们上去过节吧 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 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 耶稣怎么回应 耶稣说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我的时间还没到 时候还未到 我们会在压力之下 时间压力之下做出决定 但是耶稣说 时机未到 时候未到 时候没有满足 所以耶稣这样说 表示第一个 我们要继续等候 七节到九节 世人不能恨你们 却是恨我 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 是恶的 你们上去过节吧 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 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 耶稣说的这话 仍旧只住在加利利 耶稣知道 他不是肤浅的乐观 他是对情况 了若指掌 他知道世人 对他的态度 他知道他们恨他 但是你们去做 你们要做的事吧 我仍然选择 继续等候 我要等候 上帝的日子满足 上帝的时候成熟 上帝的日子成熟的时刻 好像在加拿婚宴 当进到这个婚宴的时候 就用尽了 耶稣面对这个状况 耶稣的母亲就跟耶稣说 他希望耶稣做些什么 耶稣回应他母亲什么 我的时候没有到 亲爱的家人 是不是今天早晨 上帝也在对你说 时候还没到呢 我们有的时候想要 push神或掌控神 我们不一定喜欢神的安排 时间表跟计划 我们觉得他快 太快 我们也觉得他太慢 有时候上帝做事 我们没有办法耐心等候 今天早晨 让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 让我们安心 让我们把时间表交给上帝 我们的主 他永远不满足人的期待 永远不跑在天父的前面 永远等候天父最完美的时刻 我也要鼓励我每一个家人 上帝为你预备的那个时候 就是最完美的时刻 当你为你的婚姻 当你为你的工作 当你为你面对的环境 你在祷告 你在等候的时候 在你里面今天早晨有个信心 他会为我生命预备 那个最好的完美时刻 我们有时候会急着想证明什么 等不及耐不住 我们就会失去上帝的心意 跟上帝的计划 上帝的祝福 但是时间是谁创造的 时间是谁掌管的 是我们的主 对的事需要在对的时候做 对的事在不对的时间 就失去了意义跟价值 生命的很多时候需要等候 上帝为你预备完美时刻 预备那命定的时刻 等待你命定的完美时刻来到 天时地利人和 上帝要成就最美的事 这是第一个 耶稣等候 要我们继续等候 但是时机一到 耶稣就当机立断 第十节 但他弟兄上去以后 他也上去过节 不是明去 似乎是暗去的 耶稣之后去 等他的弟兄去 他暗暗地去 他等候一个时候 他还没有要把自己写明出来 耶稣实在是一个吸引我们 特立独行的影秀 他不在意人的压力 他不在意自我的表现 他不在意这些里面做决定跟判断 他只依照天赋的时间 他只依照天赋的计划 他完全顺服 他去过节 他会面对法利赛人杀害的生命危险跟压力 但他勇敢面对 时间到了他就去过节 他勇者无拘 他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 即使知道有人反对他 他仍勇往直前 泰然自若 他遵从上帝的时间表跟安排 时机一到他立刻当机立断 时候未到 耶稣耐心等候 亲爱的家人 我们是不是也在等候上帝的时间 我们教会在勾地建堂的过程 我们2008年就买地 但是直到2017年 我们才开始开工 这中间经过漫长的过程 但是我们等候 我们选求我们祷告 2008年若非领袖当机立断 我们不可能买成这个土地 2017年若非上帝的时候一到 我们不可能开工 一切都在上帝的时间表里面 那这个时间是什么呢 我们真是看到这个时候 上帝的带领预备 是恰恰好 上帝等我们齐备 祂的日子满足 祂就完成 只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上帝你太急你太快 我们好像还没准备好 但是你感觉还没准备好 却是上帝实践完美的时刻 我们总是相信 上帝对我们有最美的预备 所以今天的早晨 让我们一起 效法耶稣 跟随耶稣 让我们更爱耶稣 祂是不是让你目不转睛 祂是不是让你非常的吸引 祂的每一个决定 祂的每一个表现 祂的每一个表达 祂的每一个风采 都让你亚裔吸气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今天早晨 我们来到祢的面前 我们欢迎祢 我们充满了喜乐 主啊 我们看见祢每一个决定 都是好的 所以今天早晨 我也要为我们中间 有一些在等候一些时机的 在工作上 你要预备转换 或者在配偶的寻求 婚姻的一些状况的里面 或是考试的时机等等 或是在你整个的预备的里面 你在寻求的这样的 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伙伴 今天早晨 好像耶稣要对你说 等候我 不会太快 也不会太慢 还有一些人 你需要当机立断 不要惧怕 如果今天惧怕 抓住你的心 如果今天是要表现 或是一个 一个一个骄傲的心 抓住你的心 好不好 我的孩子 回到我的面前 除去这些不属你的 我要给你安息 我要赐下平安在你的里面 以至于你勇敢无惧 以至于你不是为什么 只是为着荣耀我 做我要你做的事 主耶稣今天早晨带领我们 让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家人 我们都在你的爱中 谈安无惧 我们在你的爱中 充满了喜乐 满足信心 让我们安息在你的怀中 谢谢你 教导我们等候的功课 也教导我们 当机立断的勇气 与我们同在 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等待会儿 等待会儿 请不吝点喝 感谢观看